很多影视作品中,父亲的形象总是不苟言笑的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父亲严肃的面孔总让人惶恐不安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父亲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次难忘的瞬间 一起再回味那始终如一的父爱吧 父亲在年里是什么形象的呢? 很帅 比较严重,比较吃爱 那平时你跟父亲有共同话题吗? 还挺多的,我爸比较理解我 什么事都替我着想嘛,我还比较孝顺 生意上有的时候像这些共同话题比较多 生活上他有他的组件,我有我的组件,共同话题不是太多 之前,在上学之前特别少 因为我们的父亲很少跟我们去沟通 因为他不太爱舍话 那父亲有没有做过什么是让你最无法理解的事呢? 有,也算有一点嘛 可以说就是管了太多 父亲对我们严格一点,自己会感觉到就是稍微的心里有不舒服啊 或者说委屈一点 但是我感觉这些都是给我们的爱 理解那肯定说在现在长大了,理解是能理解 那你觉得现在长大后父亲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老得特别快 因为大了之后嘛,感觉到我们自己慢慢成长的同时也感觉到说 父亲每天的白头发也多 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不做 见到的时候很少 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感觉到他们黑了瘦了 然后头发多了 白头发比较多 平时的时候你没有发现这个 就你在一步知不觉当中你发现什么时候我爸的那个头发已经变得花白了 然后脸上的皱纹也变得非常深 然后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心里非常紧张 那你现在最想对父亲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爸爸您辛苦了 不希望他脾气很不好 因为对身体不好 因为其他伤肝嘛,对吧 怎么讲呢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跟家里人沟通的人 但是我心里很爱他们 我希望他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因为毕竟说现在年轻人就是压力特别大 就是说想要说在自己的一个工作岗位上打出一片天地 他需要一个时间的成练 我真的很害怕 就是说我努力的速度赶不上他老子就算了 最想说的一句话 父亲常年在家 现在说在确实有点想他 父亲在家辛苦了 就是父亲辛苦了 然后我们以后会过得更好 父亲我爱你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岁月在不经意间从身边划过 才发现父亲关爱的目光越来越远 父爱是无言的 是严肃的 在当时往往无法细数 然而 他让你在过后的日子里 越体会越有味道 其实 老爸 我只是开不了口 说 我爱你 还在为我担心吗 以前挂的孩子 长大